在汉末三国的舞台 司马家族孤注一致 全部出世于曹魏 并成为三国最终的胜利者 由于司马懿的名气太大 司马家族其他人物的形象 似乎只是作为他的附庸和延续 但事实上 他们各有各的人格 也各有各的选择 本期秉承尽量介绍大家 不熟悉人物的原则 为您讲述 对汉末三国影响最为深远的家族 司马家族 司马上古官名 在原始社会 这个职位负责掌管火下朝时 司马负责军事周宣王时 担任司马这一职位的 人名成伯 自修复 由于成伯在征伐徐国时 立下大功 就将其官职赐给他做维新 战国时期 司马家族出了很多剑术高手 是赵国享富盛名的武术世家 战国末年 有一个叫做司马昂的年轻人 凭借吴勇当上了赵国的将军 却恰逢秦始皇灭六国 秦朝末年 司马昂瞅准机会 跟随项羽灭秦 平定了河内郡受封为阴王 与汉王刘邦一样成为了项羽分封的十八路诸侯王之一 两年后刘邦要渡过黄河和项羽死磕 和内郡是必经之路 司马昂的都城在历史上大大有名 相信每一个了解一点历史和风神演绎的中国人都不会陌生 没错就是那个既充满艺术魅力 又霸气绝伦的商朝古都 可是昭哥的辉煌距离 当时已经是八百多年前的事了 司马昂拿什么去跟已经占据复数的 关中地区的刘邦抗衡 他的地盘转眼就被汉军占了个精光 司马昂是个现实主义者 立马投降 表示坚决服从刘邦的领导 一起讨伐 有恩于他的西楚霸王 谁能想到刘邦领导的五十六万诸侯联军 竟然在鹏城之战被项羽的三万人马打得大百亏输 司马昂很不幸的成为了唯一一位在此战中战死的诸侯王 没能看到后来刘邦阵营的绝地大反击 司马家族就只好在和内郡默默无闻的度过了三百年的时光 东汉中期 司马家族终于又出了一位大人物 征兮将军司马军自匈奴衰落之后 东汉王朝的主要外患便是枪族 前后打了一百多年 是名副其实的百年战争 司马军将军戎马一生 把自己的青春和热血都献给了汉枪战争 他经过步不懈的努力 终于成为了汉枪战场上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名将 因为他每战必败胜率为零是汉军必知唯恐不及的灾星 敌人却着实喜欢他的锦 一个战绩如此不堪的武将却能坐上征兮将军的高位 这说明他一定有别的本事 司马军的本事在于他不知用什么方法紧紧地抱住了当朝最粗的那条腿 邓太后的哥哥车骑将军邓志的大腿 那么问题来了 司马家族当时也没有什么财产 邓志身为朝廷是时尚的一号人物 手下也不至于缺人缺到这个地步 司马军这么一个常拜将军却能得到重用提拔 这其中的原因限于史料不足 姑且理解为人格魅力吧 常在河边站哪能不失邪 就算朝中有人好做官 你也得差不多点 由于在公元115年的汉腔战争中表现得太不像话 司马军终于迎来了下狱问罪的一天 司马将军虽然胜率为零 却也有着非将军李广的骨气 他不愿受刀比小力的侮辱在狱中自杀 虽然司马军结束了他并不光彩的一生 但他的人际关系是很不错的 由于交友广泛 他的子孙得到了很好的照顾 司马军的儿子司马良 官至豫章太守 这就是史书上对于司马亮的全部记载 或许是由于老爹的名头太像 司马良没脸担任武职 蒙起了书本 孜孜不倦 终于当上了文官 虽然枪杆子李出政权 但是在以和平与发展为主旋律 崇文清武的时代 做文官 一则安全好混 二则可以提高家族地位 司马良是给司马家族改道的人 到了司马良的儿子 映川太守司马军 已经是国学好古替躺大度的文士派头 唯一与他形象不大符合的 是他一米九一的身高 司马亮继承了家传的人格魅力 从家里的亲戚到外面的邻居 老乡都表示 大哥我以后就跟你混了 虽然司马骏和他老爹一样 只做到太守一级 但这两个太守的实际能量 可不能同日而语 因为映川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 京市洛阳之外 人口最多 最为繁华的地方 这里是大宇的故乡 更出过吕不韦 韩非子 张良 朝措等历史名人 之后即将在三国舞台上 表现活跃的的巡域 陈群 徐树 司马辉 郭图 郭家 也都来自这里 尤其是映川巡市 和映川陈市 更是天下豪门大族中 最具影响力的顶级世家 由于映川世家 在数量上的优势 足可以与四世三宫的汝南元市 和洪农阳市 并驾齐驱 如果说毗邻京城洛阳的 河内郡 可以比作如今的天津 映川郡 更像是今日之上海 继承了家传人格魅力的 司马郡 担任了映川太守 自然是与几大家族 都建立了深厚的交情 甚至是实在的亲戚关系 经过司马郡一生的奋斗 河内司马是基身于 当时一流门阀之力 司马房 自建功 映川太守 司马郡之子 司马八达之父 官至京兆隐 由于左右逢源 八面玲珑的司马郡 将河内司马 是引入了一流门阀的行列 司马郡的儿子司马 房的早期仕途一帆风顺 他年轻时在周郡做官 26岁就被调入中央 担任尚书又成 当时官员升迁 需要有人推荐 才可以 在尚书又成的职位上 司马房 保举了一个二十岁的年轻人出任洛阳北部位 让这个年轻人第一次坐上了领导岗位 这是一次改写司马家族历史的举荐 因为这个年轻人叫做曹操 司马房三十九岁时 董卓入京 独霸朝纲 杀人如麻 倒行逆施 有的忠臣义士 仗劫死亦 慷慨复难 有的则是富有良谋 去一逢营 暗自谋划 而司马房 只是眼睁睁看着董卓为所欲为 四十二岁 为了躲避反董义军 董卓迁都长安 司马房当时的官职 是志书士御士 乖乖地跟随董卓入长安 对于为数不多的 这样老实听话的官员 董卓表示欣赏 将司马房提拔 为洛阳丽 到了长安 就改做经兆隐 司马房虽然没有反抗 但也不想真心追随董卓 他的长子司马朗 带着全家躲避战乱 投奔他 他让司马朗收拾行李 从哪来回哪去 家乡再乱 也好过董卓的魔窟 然而 现实的司马房 也不敢得罪董卓 所以他让家人离开归离开 自己还是老老实实跟着走 四十三岁 董卓遇此身亡 董卓不将礼爵 郭四煞毁长安 李爵挟持天子 郭四挟持百官 司马房还是乖乖得当他的人质 还是什么也没有做 四十七岁 李爵 郭四败亡 汉县帝被曹操接到许长 估计是不愿给自己 举荐过的年轻人下打工 司马房以年老为名 挂着一个齐都尉的头衔 开始了养老时光 六十四岁 曹操称魏王 回首往事 感慨万千 想起自己担任的第一个官职 请司马房一续 救过三巡 曹操很有兴致地问道 姑现在还能当分局长吗 司马房不卑不亢地回答 当初举荐大王的时候 做分局长很合适 除了举荐曹操 司马房在事业上 实在没有什么作为 但他在家庭教育上 却很有一手 他的八个儿子在他面前 老爹不说进来 儿子就不敢进来 老爹不说坐下 儿子就不敢坐 老爹不提问 儿子都不敢说话 他即便是参加宴会 也是正金威作 一脸严肃 从来不开玩笑 平时就喜欢看 汉书中的名尘列传 能背诵几十万字之多 可是无论司马房多么严肃 多么性直方症 也无论他是不是 整天在家里背诵汉书 他面对人生重大抉择时 那随波逐流明哲保身的态度 处处以保全性命 保全家族利益 为优先选择的人生哲学 才是他留给他的八个儿子 尤其是三个教年长的儿子 司马朗 司马义 司马福 最深刻的印象 首先我们来说说司马朗 自伯达 司马房长子 司马义之兄 观之眼周刺史 司马家族人格 最伟岸的人 没有之一 从三国制司马朗传来看 司马朗是一个完美无缺的人 八岁时 有一位和司马房同辈的朋友 来司马家做客 在交谈的时候 对司马房直呼其名 在古代的中国 只有皇帝 长辈 老师 才可以对你直呼其名 平辈之间 称字不称名 如果直呼其名 是不礼貌的行为 司马朗一本正经的 对客人说 不尊重别人的亲人 想必也不会尊重自己的亲人吧 客人被这么一个八岁孩子 不软不硬的教育了一通 闹了个大红脸 连忙道歉 十一岁 司马朗参加朝廷举办的神童考试 童子是 报名年龄限制 在十一至十五岁 考官看司马朗身材高大 完全不像十一岁的样子 怀疑他虚报年龄 司马朗正色回答 我家上上下下几代人都身材高大 我只是基因遗传的好 发育的早罢了 虚报年龄 已作弊这种事情 我是不屑干的 结果司马朗被录取 十一岁进入了当时全世界的最高学府 东汉洛阳太学 能够在东汉成为太学生 万里挑逸 能够在十一岁进入太学 绝对是神童 十九岁 袁绍组织的一军即将与董卓交战 司马朗预感到家乡要出事 就以司马家长子的身份提醒林县的豪族首领李少 越是危机时刻 越要稳住本地民心 父老乡亲可都看着咱们呢 咱们两家要是乱了 两个县就没有主心骨了 李少不听 率先搬家逃跑 李家一跑 全县都乱了 良民逃跑 刁民趁火打劫 再加上盟军的散兵游泳到这里打秋风 司马家遭遇了打杂抢 司马朗带领全家进京投靠老爹 千辛万苦 颠沛流离 好不容易把全家平平安安带到了洛阳 老爹却让他回家 可人家董卓的势力范围 哪是你说来就来说走就走 早有密探 把司马朗要出京的事情报告董卓 董卓震怒 亲自审问司马朗 打算杀鸡井头 面对杀气腾腾的魔王董卓 司马朗丝毫不为所动 依旧沉着冷静 董卓看到司马朗气度不凡 不禁另眼相看 先问了一个很有长辈风范的问题 你今年几岁了 司马朗不卑不亢 虚度十九 董卓突然有些感伤 我儿子要是活到现在 也是这个年纪啊 你跟我死去的儿子同岁 我那些该死的手下 却差点把你杀你了 司马朗本来是抱着必死的决心来的 没想到因为年龄的巧合 触发了董卓少有的人性光辉 他决定撒一个谎 夸赞董卓品德高尚 但在迁都时搞得人人自危 与董卓一贯光明磊落 卓尔不凡 英明神武的形象不符 使董卓羞涩的红了脸 最后司马朗还安慰董卓 只要你改正错误 就能成为与日月同灰 与伊尹周公一样的大圣人 听完董卓决定放人 但放人不等于允许你出城 如果说官二代比平民子弟 有什么优势的话 就是见识 见识包括学识 也包括潜规则 司马朗先是用学识 狂拍董卓的马屁 紧接着就遵循潜规则 不惜散尽家财贿赂 董卓身边说得上话的人 行贿之后司马朗顺利出京 但此时老家也不安全 想来想去 想起自己还有一个 叫做赵薇孙的亲戚 在黎阳握有一支争霸不足 自保有余的军队 在如此危急的情况下 司马朗还是先回老家 劝说父老乡亲和他一起走 可人们宁可死在熟悉的土地上 也不愿苟活于陌生的环境 更何况 行事不见得有你小子 想象的那么糟糕 你不过才十九 我们吃过的盐 比你吃过的饭还多 只有赵兹相信司马朗的判断 带领全家跟随 赵兹一家 自此与司马家结成事交 赵兹之子后 后来成为了司马家干将 司马朗刚走 袁绍领导的义军 驻扎在温县附近 义军一人一把号 各吹各的吊 四处烧杀鲁律 温县人被杀了一半多 李董卓军杀的人还多 然而董卓是魔王 他们是义军 24岁刚刚崛起的曹操 和流落到黎阳附近的旅不开战 黎阳的安宁被打破 司马朗再度带领全家 回到温县老家 当年发生饥荒 司马朗收留 抚恤宗族众人 教导朱蒂 经历过生命中 无数次突如其来的繁华与苍凉 司马朗已经从弱小的身影 成为别人可依靠的肩膀 司马朗31岁时 刚刚取得关渡之战胜利的曹操 成为中原霸主 心情大好 打算报答一下司马房的恩情 听说司马房的儿子们已经长大了 派人征替司马朗和司马懿前来做官 司马朗欣然前往 在曹操的司空府当了一名署官 后来提拔为县令 司马朗在县里施人证 待人以宽 从不使用当时流行的鞭杖之行 由于战乱 洛阳人口凋零 朝廷就把附近周县的人口迁徙一部分进京 后来县里需要百姓服役造船 已经迁走的百姓听说了 担心司马朗这边人手不足 人们奔走相告 自发的回来帮忙 司马朗竟然受百姓爱戴到这个地步 曹操听说以后也很惊讶 调司马朗到身边做秘书 司马朗向曹操进言 说天下大乱的根源 是是因为秦朝取消了五等爵位的制度 而地方郡国又没有练兵备战的缘故 现今虽然不需恢复五等爵位 但可令地方郡国召集常备士兵 既能抵抗外族的侵略 又能震慑又不轨之心的乱臣 可以作为长治久安的对策 司马朗还提出 应该恢复西周时的景田制度 以前人们是带相传拥有土地 难以征收后重新分配 现在政治乱世 人民流离失所 土地无主 刚好可以借机恢复景田制 司马朗恢复景田制的建议 没有被采纳执行 但地方郡郡领兵这项政策 则是出自司马朗的建议 后来司马朗又升为衍州刺史 他生活简朴 以身作则带动简朴的风气 实施的政策都被百姓们称赞 这时的司马朗完成了 从被人评论到评论别人的华丽转身 当时有个叫做李迪的名士 别人都夸 只有司马朗经常公开的批评他 后来李迪果真败王 人们不得不佩服司马朗的眼光 朝中中摇王灿等人发表言论说 只有圣人才能让天下太平 司马朗则说 伊尹言回虽然不是圣人 但是他们的德性言论在民众中代代相传 深入人心的话 也可以成就太平盛世 曹丕很喜欢司马朗 称帝后曾派人手抄他的的言论文章 46岁随军征伐东吴 军中爆发瘟疫 司马朗亲自巡视给士兵们分发药物 自己却感染了疾病 因而病死 他去世之后 眼周的老百姓都非常怀念他 三国治是西晋史官陈寿所住 司马朗是司马家族 唯一一个在三国治中列传的人物 那么在陈寿笔下 貌似完美的司马朗 是否也有他的不足呢 司马朗有他不治的一面 眼看危险迫在眉睫 他竟劝说临县豪族 李少和他一起老老实实呆着 在提出建议时 要想避免给人灌输或强迫的感觉 不能诉诸于理性 而应诉诸于利益 司马朗和李少说的正是大道理 而非陈述厉害 而且如果李少听从他的建议 难道他就真的带着全家老幼 在温献听天由命吗 背景离乡逃亡之后 不首先选择离阳 而是只想着投奔父亲 结果差点把全家断缩 凭着侥幸和破财才逃脱 绕了一个大圈子 才找到安身立命之所 当然司马朗毕竟当时只有19岁 突然肩负起这么重大的责任 也确实难为他了 指出这些只是对其玩人形象的必要补充 司马朗还有他御府的一面 他对景田治的憧憬 真是令人哭笑不得 自战国时期 景田治崩溃以来 明白人都知道 这套制度已经过时了 只有王莽傻过垃圾的 想要恢复结果 就是民怨沸腾身死活命 好在司马朗没有像他的弟弟那样 执掌过国家大权 不然单凭他的政治理想 他就注定要做第二个王莽 世上的父母 多数希望自己的孩子是神童 但神童普遍具有一个弱点 不能理解普通人弱的一面 容易偏激和孤独 纵然能在某一领域有所建树 却不善用人也就无法作为领袖 完成大的事业 更令人叹息的是天度英才 神童总是难以长寿 司马朗不是一个优秀的谋士 更有着玉府的一面 但他临危不惧的气度和担当 是值得我们尊敬的 他的英年早逝是令人痛惜的 而他的人词和善良 在乱世之中尤为可归 尤其是在民生方面 他对百姓对士兵的付出 更是无可挑剔的满分 你几时再见过一个 能让百姓自发回县里帮忙的县令 几时再见过一个面对传染病 能够亲临一线的官员 神农为了人们的健康 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从这个层面来看 称司马朗为在世神农 并不为过 在世神农司马朗 是司马家族 唯一一个忧国忧民 无私付出的人 是家族中人格最高尚的一员 即便是在整个曹操势力范围内比较 也当与寻遇并驾齐驱 无人能出其用 有人说司马朗的忍者爱人 是为了收买人心 孤名钓鱼 对此只想说 所有的利他行为都应该被鼓励 即使不失者 最后也得利 下面我们来说说司马福 自书达 司马房第三子 司马义之地 北宋明臣 司马光先祖 司马家族最长寿 最矛盾 最痛苦的人 司马福年轻时就表现出性格温和 而坚持自己原则的一面 躲避战乱的逃亡途中 也坚持读书学习 有一位叫做鹦鹉的名士 因为获罪被流放 司马福前去探望他 与他同吃同住 当时的人都给他点赞 在司马懿出任曹批的署官之后 只比司马懿小一岁的司马福 出任曹执的署官 曹执是才傲物 盛气凌人 司马福总劝他低调点 一开始曹执嫌他烦 后来估计是因为 实在受不了他的唠叨 干脆向他道歉 因为曹执一生 都没有改掉过 是才傲物 盛气凌人的毛病 说他是因为听进去了 司马福的劝告 才道歉 难以令人信服 当时曹操的继承人 无非是曹执和曹执两人当中选择 司马家族这么明显的两头堵鸭宝 竟然没有引起曹家的猜忌和不满 令人着实纳闷 37岁 曹执胜出 成为魏王世子 司马福升任太子中数子 司马福毫无心理压力地 开始为曹执服务 从他一生的原则来看 曹执对他是相当不怎么样 甚至有可能怀疑他是曹执的眼线 40岁曹操去世 曹执哭得人是不行 司马福劝他说 先王去世 天下人都等着您来领导 怎么能跟个老百姓一样就知道哭呢 同时大臣们也是哭成一圈 司马福严厉地说 先王去世 天下震动 应该赶紧参拜 新王安定天下 你们光哭有什么用 这些其实都是曹执的心声 但是曹执总不能自己说出来 司马福真是贴心人 曹执篡汉 需要提拔一些干部 曹执身边的人就给人事部门做暗示 打算就提拔曹执 做太子时的旧臣 外人一个不要 司马福身为曹执旧臣 却颇失大体 以大局为主 劝曹执自己人要提拔 外人也要提拔 曹执听从 并且将司马福任命为机要秘书 监管部分进军 41岁 刘备伐五 孙权向曹执称臣 按说应该把魏国的 祥将于晋送回来 但是等了很久人还没到 曹执问司马福 舒达 你怎么看 司马福说 这都不是事 等等看 于晋不过是年三十的凉菜 有他也过年 没他咱也过年 犯不着为了一盘凉菜 跟孙权翻脸 于晋没回来 应该是有别的原因 后来于晋回到了魏国 果然是因为有病才治留的 这件事之后 司马福被封为关内侯 又一锦还乡到老家和内郡 管过一段时间的屯田事务 再到清河郡当了一阵子太守 摆明了就是 精官挂职锻炼 已被重拥 46岁 曹执去世 曹瑞即位 杜之尚书 一直空缺 曹瑞想任用司马福 咨询身边的人 司马福有他哥哥的风范吗 身边的人回答那必须的 曹瑞说 朕有司马兄弟二人 还有什么可不放心的 于是曹瑞帝国一手 收钱一手 花钱的大权 就都交给了司马福 曹瑞时代 帝国的主旋律 是抵抗诸葛亮 司马福不满足于管前 在战备上也提出了主张 第一 每次诸葛亮来袭 边境的部队抵挡不住 在边境上长期驻扎大军 则过于消耗国力 可每次都调中央军持员 又一物战机 应该在京城和边境之间 设置两股机动部队 第二 关中地区连年交战 粮食物资储备不足 应该从冀州 调五千名农夫过去 秋冬训练 春夏屯田 这样就可以针对蜀军 后勤补给不给力的弱点 和他们拼消耗 这两条建议都被采纳 曹瑞帝国的漏洞 被打上了补地 使诸葛亮的北伐 更加举步为奸 司马福 因公升任上书令 五十九岁为明帝曹瑞驾崩 其王曹芳即位 司马义与曹爽共同辅政 司马福担心遭到曹爽集团的打击 以离休的姿态 什么事都不管了 六十九岁 司马义发动高平陵之变 司马福是主要参与者 他的任务 是和司马市一起控制住 重中之重的司马门 控制皇宫 政变成功 司马福因公 禁绝长设县侯 保持上书令官位的基础上 又兼任市中 不久又升任司空 七十一岁 太尉亡灵 发动淮南一派 被司马义消灭 司马福接替太尉 这一年 司马义去世 七十三岁 声望达到顶点的 吴国太父诸葛科 清全国之兵 围攻卫国的 军事重镇合肥新城 司马福领兵二十万防御 诸将都想迅速出击 司马福说 进攻的一方是要吃亏的 咱们先用兼程消耗他一下 不必和他应拼 故意滞留了一个月 才进军 吴军爆发瘟疫 听说魏国援军将至 果然望风而逃 这次成功 其实颇为侥幸 并不能说明 司马福有多么高明 只是当时魏国军政大权 已经在司马师手中 司马福作为司马 家族最年长的长辈 官位已经为吉人臣 不求立功 但求稳妥罢了 七十四岁 司马师废曹芳 立曹茅为帝 司马福没有参与 七十五岁 姜维来袭 魏国雍州刺史 王精战败 司马福镇守关中 统领大军 依然不与姜维交兵 坐待姜维败于 征锡将军邓爱 与安息将军陈泰之首 姜维撤退 司马福回到京城 出任太夫 八十岁 魏国丞相司马昭 要篡位的心思 连扫大街的老头 都知道了 魏帝曹茅不甘心 做王国之君 谋划在宫中 涉服秦沙司马昭 不幸被叛徒出卖 曹茅一不做二不休 拼死一击 带领几百名 由禁卫军和老弱仆人 组成的队伍 向丞相府进发 虽然以曹茅的这点兵力 无异于飞蛾扑火 但他毕竟 是名义上的皇帝 他手持宝剑 站在车上 亲自指挥 相府上上下下 谁也不敢和皇帝动手 危急时刻 司马昭的头号心腹 贾冲响挺身而出 又不敢自己动手 就忽悠当时 恰巧在他身边的太子 设人成绩 司马公平时 养着你们是干什么的 还不敢紧上 成绩心眼石成 仗着尤甲冲撑腰 一毛就把皇帝 从车上戳下去 还不放心 又补上一毛 把皇帝刺穿 曹茅当场死去 中国历史上 毒杀皇帝的势力不少 反正可以对外宣称 是暴病而亡 可在大庭广众之下 公开示军的 仅此一例 当时的朝中大臣得到消息 谁也不敢前去 唯有司马福 以八十高龄赶到现场 把曹茅的头 放到自己腿上 哭着说 我来晚了 并要求严办主谋 司马昭文迅 赶紧逼太后 立了一个完全听话的傀儡 曹焕为帝 将刚刚死去的曹茅 追贬为数人 司马福看不下去了 要求至少要以诸侯王的礼仪 埋葬曹茅 司马昭碍于 他是长辈 不得不给这个面子 八十五岁 西晋代位 为帝曹焕被贬为陈流亡 司马福去送别 拉着曹焕的手 难以自制的老泪纵横 说 臣到死那天都是为臣 司马炎称帝 封司马福为安平王 十一四万户 太载 持节 都督中外诸军事 设置官署 每次参加宴会 晋武帝司马炎 都向他下跪行礼 敬就为他助手 并让他出行乘坐 和皇帝一样规格的车架 司马福虽然受到了 这样的尊崇 但并不觉得光荣 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中 始终闷闷不乐 忧郁叹息 九十二岁 司马福去世 遗言说 我是为国的纯臣 来自和内郡温县的司马福 我没有像伊尹周公那样 荒服设计 也没有像薄仪 柳夏慧那样刚烈偏执 我这一辈子做人做事 始终坚持原则 我死后要用最简单的薄棺材 穿着平时的衣服下葬 后世对司马福的评价 有很大的分歧 赞扬他的人 说他妥妥的为国忠臣 反对他的人 说他是得便宜卖乖 左一句我来晚了 右一句我来晚了 唯独分担高的时候 他不来晚 惺惺作态 大卫似真 大奸似中 司马福并不高尚 但也不至于是一奸诈小人 他只是一个 身陷忠孝男两全困境的矛盾 痛苦的人 懂得羞愧的司马福 是做人的底线 他以为国纯臣的姿态 恶心司马言 导致在他身后 他的子孙被受打压 在士族普遍倾向于 孝先于忠 父先于君 家先于国的时代 难道要求司马福 与家族决裂 去大义灭亲 即便他有这个心 离开了司马家族的他 也只是一个孤独的老人 根本没有力挽狂澜的能力了 汉末三国的时代 名士们都在家国利益之间 痛苦挣扎 他们从小受到的教育 是功而忘思 以天下为己人 可是从东汉党故之祸以来 世风日下 人心不古 越来越多的人 从理想主义转变为现实主义 尤其是豪门大族 仅仅是一次挺身而出 仗义直言 就会将整个家族 陷入万劫不复 现实一次次教育他们 只有见风使舵 屈言复试 家族利益 才能得以保全 好在三国前期 曹操提出的唯财事举 让世人看到了公平 刘备的唯贤唯德 让世人看到了正义 孙权的用人不疑 让世看到了承信 三国中期 也还有诸葛家族的鞠躬进瘠 古兴孤义来赶天动地 然而这些伟大人物的光荣与梦想 却都经历了飞扬与落寞 天下终究还是归属于 以后黑学历深的司马家族 由于公开是君的巨大污点 晋朝的意识形态 只能在校上做文章 根本就没有脸面 去要求臣民效忠 儒家以忠孝为核心的道德体系 彻底崩坏 自此世人只知有家 不知有国 面对国家兴亡 不愿担当 这个人类历史上 唯一一个击败过游牧民 民族的农耕民族 曾经前仆后继 其心合力将全盛时期的匈奴 击溃的伟大国家 却因为道德崩坏 向心力的遗失 亡于匈奴 先背截底枪之手 中国历史也自此进入了冰火连天 人心桑乱 暗无天日的三百年浩劫 这一切 当然不能完全归罪于司马家族 从东汉党故之祸以来 每一个没有坚持 公平正义 诚信忠诚的人都有责任 但司马家族作为三国最终的胜利者 想有最高权力的同时 就应该担负起教化人心的责任 儒家的道德体系 诚然于辅教条 常常令人厌恶 但忠孝结合的道德体系 毕竟能保持国家的向心力 共欲外伍 由于三国制成书于晋朝 晋书 虽成书于唐朝 真观年间 却也是根据晋朝观 修饰料编撰 资质通建的作者司马光 更是司马福的子孙 有关司马家族的这三部证实 难免立场上有所回忽 三国演义 又因为拥流反曹的倾向 丑化曹魏的同时 也就对增强了司马家族篡权的正当性 再加上司马家族 毕竟建立了一个朝代 古代读书人又普遍有着 为尊者会的传统 于是司马家族的成功 为世人所熟知 不光彩的一面却得到了掩盖和粉饰 将历史人物评价为正面人物和反面人物 意义有限 分析历史人物的行为带来的影响 后果似乎更有价值 至于动机也不能带着偏见 最好是尽可能的去理解当事人的处境 而不是盲目的崇拜或轻易的嘲笑 历史其实并不能告诉我们什么是对 什么是错 而是告诉我们什么样的选择 引发什么样的后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